上午最新消息来关心台六十四线快速道路巴黎出口前 上午八点多发生了一起连环车货 多达十一辆的大小客车 货车跟沙石车全都撞成一团 不少车辆是扭曲变形的 行销货报立刻赶往现场处理 索性呢 只有一名民众受到了轻伤 送往淡水马街医院 不过因为上午八点多正好是上班的尖峰时间 这起连环车货几乎瘫痪了整条道路 造成台六十四线严重的塞车 而车祸原因警方还在调查中